虽然比分少 但是有点激烈 现在只差一分 15秒钟 你们进攻时间只有最后的5秒 估计最后就是这个分数了 犯规 他会投进一颗球 这里不进 第二个会进 我们赌20个服务程这个进不进 我不进 我赌进 20个服务程 好 20个服务程 进 我们两个跟你赌了 你得做40个 做40个 我们先停一下好吗 在点评他们之前 豪哥要有事要做 他现在输了40个服务程 我们看我们豪哥 这是一个很励志的节目 好 好 好 再五个 好 五个 掌声努力 好 好 不是 你要记住他 是他害你的 对 好 剩下的举手我们看一下 这里 快 举手 这 这 这 那你们就自动就你们两队了 就自动两队了 四位领队好 我叫孟博龙 来自山西太原 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 我是冯汉浦 来自山西太原 就读于太原理工大学 歌曲 是 是 这 是 是 是 所以我明天记得早起看我打球 我是马肖琪来自陕西宝鸡 我叫朱简 然后我是一名演员 篮球对于我来说是信仰吧 我十几岁的时候 还是高中生的时候 非常希望可以打CUBA 然后最后没有去得了 因为伤兵的原因 然后妈妈不允许放弃了 我的生命里 一直都有篮球的存在 我是觉得如果没有篮球 就是觉得生命里 缺少那种乐趣 缺少了向前的那种动力 我希望这就是惯来是一个给予 让我可以真正在篮球上变强 可以让我可以接触到 CUBA的球员和他们一起打球 我曾经说我要跟CUBA打场球 没想到爱情来得这么快 就像龙卷锋 不错 我叫李鑫 我是一名篮球爱好者 我叫张科 然后来自于乌鲁木齐 然后参加这个比赛 更多的是能留下一段 打篮球的影像资料 然后供我以后的儿孙们观看 最后班牧跟他们三个一人了 那不让他打爆了吗 我们比赛开始 我们比赛开始 孟博龙 这场三对三 希望你们发挥好一点 方安博 方安博 张科 没注意时间 好 给到白队 白队会赢 我猜21比4吧 20比0吧 有点惊喜 有点惊喜 行了 已经可以给球衣了 这个手就够了 我猜21比4吧 我猜21比4吧 有点惊喜 已经可以给球衣了 这个手就够了 马肖琪 轻松的两分 孟博龙 没有问题 我最心疼的就是最搞的那小伙 从第一个刚开始扣了 就没拿过球 对 太心疼了 真的没拿到球 他没拿到球 然后他也不要球 他很低调的 他那俩兄弟一顿玩 原来队有点 得逼得不知所措了 这球算进 红汉图去接一下球 你看要求打球 能不能表现一下自己 孟博龙 9秒钟的时间 这没给马肖琪跳起来的机会 都没有猜对 已经来到赛点 底线 过去 你把你刚刚的感想 直接用麦克风讲一下 我就觉得我挺心疼 姓冯那个小伙子的 你刚开始状态比较好 然后上来就一个扣篮 结果之后就基本没接着过球 所以说我都感觉为你感到 就是心疼你 心疼你 所以说你的队友打得也很好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比赛当中 也不要光表现自己 也要给你的队友一点机会 因为他打得也很好 但是他可能今天获得的机会不多 有表现力是一种好事 但是像最后一个球 那个两个人防你 然后你应该把它传给他 让他也去表现一下自己 我觉得那就更好了 打得不错 我提出一个建议 对 我们各给建 因为白队真的是表现得不错 对吧 那就姓冯 小冯 你的过来吧 因为我是心疼你 把这个先给你 你们打得都很好 恭喜三位 赢得比赛 顺利全组晋级 但是我知道我肯定会输 上来就是爆扣 上来就是各种 就是运球基本功真的非常好 我没法打 然后我的身体 就是跟他们真的是没法比这样 因为篮球毕竟是一个 真的是靠实力说话的运动 就我就当给自己一个鼓励吧 都是在为了自己的梦想 对去奋斗 我们尽力了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 篮球运动员 只是一个民间篮球爱好者 总之这一次来没有留遗憾 虽然被淘汰了